感恩卢台长 请您看看我的女儿 九一年的羊 你让我看看呢 九一年的羊 看看她精神情绪方面 九一年属羊的 什么情绪啊 小孩子有点自闭症啊 对 这小孩子啊 少年老成啊 什么都想啊 想得太深了 听得懂吗 胆子特别小 胆子小了 我告诉你啊 你要叫她赶快念大悲众 现在在念 我告诉你 她不是胆子小的问题 她灵性是每天晚上来找她 她总是爱紧张 害怕 每天晚上来找她 还有你最好 不要管得她太严 你呵护她太多了 你太强了 你是一个男人 听得懂了吗 谢谢 你跟男人没什么区别 好了 还想看一看 我女儿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不停地给她念 好吗 好的 这孩子挺好的 这孩子现在呢 我就怕她爆发 因为爆发了之后呢 她就不能上课了 是的 从小就没有上过学 看见了吗 现在这个图腾整体看起来 在原地打转 也就是说 根本走不出自己一条路 我需要你赶紧给她念小房子 我现在看到她身上的灵性很厉害 是的 我告诉你 这个灵性会让她经常会哭 不讲话 觉得心里很委屈 听得懂吗 对 然后她的功课 功课你就叫她念礼佛五遍 姐姐咒一百零八遍 往生咒四十九遍 然后叫她念心经十七遍 大悲咒念十三遍 另外还需要做什么功德 功课嘛就是这点 刚刚不是讲了吗 你把话筒给她 我给她制一制 马上就好了 小姑娘 台长跟你讲话 你现在怕不怕 不怕 我问你 你跟我记住 你现在心中想着观世音菩萨 你马上心中有光 听得懂吗 听懂了 你现在想一想 你有什么可怕的 不怕 有一个人经常来跟你讲讲话 聊聊天 他也没有伤害你 那么你不要怕 好的 因为他很寂寞 但是呢 你跟他说 我时间长了 我没有时间陪你 我给你念小房子 以后你找其他人去聊 好 我呢 你让我上课 你跟他讲 但是呢 最好不要直接跟他讲 你就跪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台的时候 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保佑我 然后你再跟观世音菩萨说 请观世音菩萨帮我身上的灵性说 我以后想读书 叫他不要经常来找我聊 我要给他380张小房子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叫他不要老待在你的肚子上 因为他老让你肚子痛 让你的乐视不调 对不对啊 对啊 想开一点 他走了 你就解放了 他走了 现在当然走了啦 台长在他还不走啊 回到家他又来了 听得懂吗 叫你妈妈不要太凶 因为他不开心 那个鬼不喜欢你妈 喜欢你 听得懂吗 所以你妈妈凶了 他就来 你妈妈带他客气客气 他下次不来了 对 我告诉你 有一句话叫小鬼难缠啊 所以有时候你对小鬼 你得客气点啊 听得懂吗 嗯 哎 你妈妈曾经啊 现在她跟我讲啊 你妈妈曾经找过什么法师 也不知道找过人家 什么那个 什么巫婆 给她驱逐过 在你身上啊 你找过人没有 我告诉你 鬼小气得不得了 你 你弄过他不好 他一定记住 所以不要跟鬼打架 不要跟人家不开心啊 听得懂了吗 你敢不走他的 我们只有 和谐 善待 把人家请走 你赶走他 他不开心的 你妈妈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吗 好了 请台长慈悲 我女儿这个机会 是我同修 让给我们的 请您再帮她看一看 三六年 好了 这鼠 三六年的鼠 朱永生 快点抓紧时间了 不能看图腾了 你看看他的血液 谁啦 朱永生 三六年的鼠 这是你的朋友啊 是我的同修 谁也出毛病了呀 主要在上半生呀 上半生们脑子 心脏 血压 整个免疫系统 都出问题了 听得懂吗 懂 主要是脑子呀 你叫他赶紧啊 放生啊 多放生 好吗 好的 而且叫他小房子 要狂念 最重要的叫他放生 放生多放一点 好的 好吗 好的 太小气了 谢谢台长 好了